嗨 大家好 我是子虹 可愛 幽默 聰明 第一印象很自然 有禮貌 親切 那和你之前合作過的女人相比 他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嗎 力氣滿大的 力氣滿大的 對 因為 因為他在裡面有要揹我的戲 然後他居然揹得起來 而且我們揹得還滿多湯 然後他居然完全不會腿軟 然後什麼都覺得很厲害 玩遊戲 背劇本 其實會滑手機 我應該會選阿偉哥 因為我覺得阿偉哥還滿好相處 也不是說其他人不好相處 就是我覺得阿偉哥滿好笑的 就是我們算 我感覺就是 我們應該可以變得還滿好的 就在一個同一個痛調上面 隨便 隨便 隨便搞笑 隨便關注 欸我怎麼真的很像搞笑 開心 不要再搞事情了 真的 拍得很累 就是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出來 還有跳樓 還有幹嘛 打架 什麼的 不要亂搞了 不能好好當一個作家嗎 很難拍喔 然後 因為我們這部戲這一次跟第一次的 很多很大的差別 因為我們這次動作戲變得很多 然後還有爆破啊 跳樓啊 什麼 機車 就是那種 飛車什麼的 那其實這一次的整個規模也變得不一樣 然後其實真的在拍車上面是 滿困難的 對 導演也是 就是 花了滿多心思啦 滿辛苦 因為 其實 吊槓司 之前就有經驗了 那這一次 最不一樣的地方是說 它是倒掉 像蜘蛛人一樣的樣子 倒掉下來 而且它是墜樓的畫面 所以是你整個人是 不能拿任何東西 然後你是 就是頭朝地 然後我們那邊大概是五六層樓高 因為在頂樓 我們是從頂樓的地方這樣子往下掉 就很像那種遊樂設施 只不過人是倒掉 然後最後一根 鋼絲拉什麼 其實滿可怕 我第一次下去的時候 因為本來最多就是 角色就是要尖叫 對 那第一次我真的叫出來 我真的覺得 第一次真的我真的有嚇到 但後來就 有越來就是有習慣了之後 就覺得其實滿好玩的 但比較不舒服的地方是 因為是倒掉 所以 掉的時候其實那個臉是很 滿醜的 就是會 就是大家可以試試看看 把頭往下 然後掉在那邊幾個小時 就會知道你的臉會變什麼樣子 對 然後 因為很危險 所以就是大家也 也是有幫我做好措施 所以在心情上面 其實也沒有到說很緊張什麼 對 非常的精彩 我覺得大家一定要期待一下 一開始就跳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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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